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要报告几村的海鸭许给了一声羊 哈喽 大家 这边是我们村上的茄子 大家要不要听我唱首歌 大家看 看得到吗 不好意思 把它摘下来了 欢迎大家同城的过来 我现在在顺宁市安居区的东产镇报告四村 我是报告四村的第一书记 大家可以叫我小李也可以叫我老李 第一书记 简单的说就是 村上的事情大大小小都要去做 说实话我从小有个理想 就是想为人民服务 我说出来可能很多人不信 慢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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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毕业后 2007年被香港中文大学全额奖学金录取 后来入读会计系 面临即将获得香港永居权的那个时间 其实自己很不舍自己的内地身份 所以在2013年我返回了四川 我是2016年3月就到了报告四村 现在是我到村上的第五年了 报告四村是2014年确定为省级的贫困村 当时我们村的建党利卡贫困库 有71户224人 贫困发生率在10%左右 第一次到报告四村的时候 有一个古词用的 叫做《瓮有神书》 有很多撂荒地 当时我们的办公室 其实是在报告四的寺庙内 很简陋的一个门 直接上一个锁这样子的 刚看到这一幕就是心里面 那一瞬间有那么一丝落差 就是会觉得 我从国创的大都市 到了中国最基本的单元 农村 从香港到乡村 其实落差也蛮大的 最初大家都是以为 第一书记是下来度金的 转一圈就回去的那种干部 他们也懒得放过 也会觉得我不会去管他们 所以没有出名的信任 其实工作有的时候很不好开展 就通过入户 通过走坊 或者是帮他们擦秧之类的 这一些劳作 打通跟村民之间的这种关系 他们看到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从无骨不分 到了后来对各方面的 农作物的知识的掌握 他们也知道我是真正要去了解农村 要去了解他们 融入他们的 所以他们也慢慢对我有了 更多的信任和支持 李书记这个人 我们相处两年多 以前还不大了解他 开始觉得他年轻 肯定办事不当这个 有过后我觉得他还是挺踏实的 在我们村上也做了很多事情 在他一所能级的范围下 那都是叫youtube 现在报告四村的样子 就是有一千亩藤椒 几百亩茄子 辣椒 六十多亩的高粱 后来又成功对接到了一家日本的企业 所以我们现在的茄子生产出来 就是直接卖到了日本 全村实现了印花路的瑟瑟通 就是你开汽车能够各个地方都可以去的 大家看到我这边是茄子 这边是我们村上的花椒 我们村上有很多农产品 纯粹依靠村上和全村周边的这种购买力 不一定能够彻底销售出去 所以我就觉得直播去推销一下我们村上的农产品 于是我开始做起了这个直播 其实大家看到我背后 我背后就是我们村上酿酒的地方 这个是李老板跟我加盟 大家想不想的加盟是什么意思 我喜欢在直播的时候用其中语言 包括普通话 四川话 英语 广文化 混合家在这种直播 吸引更多的受众 或假设我发音不标准的时候 他们也会笑我 如果他们笑我 其实更表现了他们更认真的在看我的直播 我没有专业的设备 也没有专业的灯光 纯粹一个人一部手机 就直接走遍全村 走到哪里 播到哪里 就不见 我要慢慢改变 好像是这么唱的吧 我发觉现在搞直播的必须要多才多艺 我要表演多才多艺的话 估计只有给大家表演胸口碎大石了 到了2019年底 我们实现了全部的贫困户脱皮 现在我们村上贫困户的人均年存收入 大概是在7000元左右 在这之间呢 自己虽然这个决心没有变过 但是生活中也遇到过一些变故 2017年我父亲查出肺癌晚期 在18年的时候 我母亲又出车祸 当时头部受伤 差点去世那种 当我母亲手术后 知道我是因为请假回去照顾她的时候 她每一次清醒的时候 她就一直让我早点回来工作 心里其实想到 把病危的母亲 又留给病重的父亲照顾 其实这样 自己心里是很难过的 但是毕竟说实话忠孝不能两全 我也很感谢我父母对我工作的支持 其实我在脱贫的时候保证过 不脱贫不脱单 所以早点做好脱贫 也是让自己早点脱单的一个基本保障 在离开这个村上之前 我希望的是 进一步把我们村上这个民生打出去 目前贫困人可达到了脱贫标准 但是还要做很多巩固性的工作 防止他们返平 就所谓的扶上马 我们还要送他们一场 带领我们村民 为下一步的乡村振兴 建设美丽新村 去做更大的贡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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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